大家好 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PHP中的这个策略模式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这个命令链模式 好 下面我们开始 命令链模式以松散偶合为基础 它发送消息或通过一种处理程序发送任意内容 每个处理程序它都会自行判断自己能否处理这次请求 如果可以那么该请求就被处理 而我们可以在系统添加或者移除处理程序 而不影响其他的处理程序 来我们直接看账马 首先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命令的接口 里面有一个on command的这种方法 对吧 接受两个参数 然后紧接着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命令链的一个类 然后里面我们用一个command的属性来存储我们这个命令 并且我们还提供了一个add command的这么一个方法来添加我们这个命令 对吧 好 我们在执行命令的时候 我们也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内 一个是arguments 对吧 然后就便利循环我们这个command的属性 然后调用里面每个命令它的on command的方法 对吧 你看它如果返回处它就直接return了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command这个属性里面存有10个命令 但是我在第一个命令的执行的时候 我就返回处了 那么它往后的9个命令它就不会再执行 对吧 因为它已经整个返回了 而紧接着我们定义了两个命令都实现了我们这个i command的这个接口 然后实现之后 我们看里面的方法的实现 首先第一个参数 如果不是add user 我们就返回force 如果是add user 我们就处理 对吧 处理完之后我们去返回to 然后我们的mail command 它的第一个单数 它会判断如果不是mail 不是发邮件 那我这个邮件命令我就不处理 对吧 而我们这个用户命令的话 你如果不是添加用户 我就不处理 如果能处理 处理完之后 我就return true 如果不能处理 我就直接return false 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会在这里有个判断 对吧 如果它return true 那么它这个方法就直接返回 对吧 好 我们看我们下面的调用 首先 我们生成了这么一个command 参了这么一个对象 然后通过它的add command的方法 添加了两个命令 一个是mail command 一个是user command 对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执行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单数是add user 然后里面传讯了 好 当我们执行这个run command 方法的时候 它就会便利循环里面的 这个mail command 以及user command 而调用它的on command的方法 然后当我们这个mail command 执行的时候 发现我们这个方法 不是我们的mail 那么它就会流通force 那么继续往下便利的时候 我们的user command command 里面 它发现这个参数是add user 那么它就会处理 就会输出我们的这个user command 的hand 对吧 那就 return 出 那么整个就执行完毕 来 我们执行一下代码 看结果是不是跟我们分析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输出了user command hand add user 对吧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来 我们假如 我们把上面这个输掉 把下面这个打开 我们看 还会不会输出我们的user command 应该不会 对吧 我们执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是我们这个mail command 执行的 好 我们的user command 并没有再执行了 对吧 好 来 如果我们两个同时打开 那同时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要分析了 首先 当我们 add user的时候 那么只有我们的user command能处理 那么它就会输出我们的这个user command 的hand 对吧 好 当我们这个参数为mail的时候 发现我们mail command能够直接执行 因为它第一个参数是mail 它就直接输出 直接 return to return to之后 然后整个函数就整个这个run command的方法就执行完毕了 对吧 所以它会 这个两次执行 它会输出两次 一次是我们的user command 一次是我们的mail command 好 我们执行 看是吧 所以 好 这是我们这个demo 我们在实际web项目中 在哪里比较少用呢 就是我们在用户登录的时候 假如 普通用户登录 跟我们这个vip用户登录 它的这个处理流程可能不一样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定义两个命令 不同的命令 一个是普通用户登录 一个是vip用户登录 判断当前用户是vip 还是普通用户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命令 模式 用了很好的截欧 好 这一刻 我们就到这里了